网上YouTube上也可以看到 就是刚出生的婴儿 就会有invitation这样的能力 模仿能力 主要的模仿是什么方式呢 是tompartition tompartition就是把舌头伸出来 你当然对着婴儿 如果你现在是年轻的父母的话 比如说你对着婴儿 你把舌头伸出来 不用两次三次 婴儿就会模仿 非常惊人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 已经三次了 婴儿就说刚出生的几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一直到五个月的 我都试过 就是非常惊人 所以这就是先天的一种 模仿的能力 这是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汉语儿童语音发展的规律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 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因为对汉语的研究 毕竟起步比较晚 结果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再来收集一下 就是说可以 这些研究人员 对汉语这种语言的 语音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一种规律呢 是和那个普遍规律 有没有差别呢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汉语儿童语言的发展 来验证一下普遍规律 那么研究结果发现呢 我是从比如说最早期 一直到现在的研究 总结一下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 一岁前的华语儿童的语言发展 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 主要是这三四个原因 反复的 就是他们在一亚学义的时候呢 实际上发出来的都是 这些原因 那么到了四到八个月的时候呢 这些原因和辅音就连接起来了 大家看一下 汉语的儿童 先发的是 呆 呆 呆 而讲英语和其他语言呢 可能会先是 妈 妈 妈 就是像刚才那四半月的婴儿 它是 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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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发音 所以 为什么是 呆这个音 首先 呆这个音 也是相对好发的 另外汉语里边呢 大家知道 婴儿尽管它不会发音的时候 可是成人每天讲话 这种语言的输入 对婴儿影响是非常起作用的 所以可能会经常听到成人用 打这个字 因为打 打 在汉语里边 词汇的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好 那么第三 到了九到十二个月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不同音阶连续发音的阶段 所以它就是会 能连续把几个不同的原因和辅音连接起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有些是有意义的 有些仍然还是没有意义的 一种声音游戏 所以通过这个 我们就可以看出 汉语的婴儿的语音发展 实际上是验证了普遍规律的 所以是没有矛盾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三岁前的儿童的语言发展 会是怎么样呢 实际上我刚才讲到的就是到一岁 那我们再从一岁到一岁半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个单字句的阶段 正式开始学化阶段 所以这个呢 和刚才那个普遍规律也是一样的 那么还有单 简单句的阶段呢 往往是在一到两岁期间 所以它的句子都是相对的简单 还不会出现呢 比如说一些因为啊 只要是怎么样啊 所以啊 这些还是没有的 但是到了两到三岁的时候呢 那么基本的言语的结构 句法结构啊 基本的词汇 儿童差不多都是掌握了 那我们从句法上来说 可以说三岁的时候 儿童的语言是成型了的 但是呢 语言的发展 整体的发展 实际上是毕生的 我们无论到多大年龄 我们的语言都在发生变化 到了成人 比如说 我们说到了中老年这个期间 我们主要的语言发展 是停留在了什么呢 对一些语意上的重新再认识 比如说我们常说 Oh happiness 我很幸福很快乐 可能时常你会犹豫 我要不要用幸福这个词 然后为什么你会犹豫了呢 因为你在怀疑幸福到底是什么 快乐到底是什么 所以其实这也是对语意的一个重新的调整 一个认知 所以这是成年人的语言发展的一个特征 好 尽管我们可以说三岁前可以分成这六个阶段 但并不等于说每个阶段呢 它都是有一个停顿 然后突然有个跳跃 不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分阶段发展 但是一步步的呢会循序渐进 前边的习得的内容呢 是扶持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所以这和心理学家 比如说皮亚杰 瑞士的著名的心理学家研究语言和认知发展呢 那么它就分除了 就是儿童的认知发展的各个六个阶段 所以这也是和认知发展有直接相关性 所以对语言的发展这个部分呢 或者是三岁前的儿童的发展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呢 可以说三岁前儿童语言发展 是一个连续的 有次序的 有规律的过程 而且呢是不断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既有连续性 又有阶段性 那么我为什么停留在三岁呢 而不去谈论一到五岁 或者四到五岁呢 因为从语言发展 还有认知发展 比如说认知发展往往就强调 比如说人的记忆力呀 人的认知的能力呀 知觉的能力呀 视觉的能力 听觉的能力 往往都是飞跃 都是到了三岁三岁半的时候 所以三岁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飞跃 到了三岁到三岁半 还有三岁半到四岁呢 还有一个飞跃呢 往往是指的一种可 应变性的一个飞跃 所谓的应变性呢 就是指的是Cognitive Flexibility 一种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东西大还是小 你拿两个东西问的时候 儿童都没有问题 可是你放到第三个的时候 你问比如说中间大的和最大的 旁边还有一个小的 你问说这两个哪个是小的 那三岁的儿童就会去指那个小的 只有四岁的儿童才会知道 哦你是问的这两个 所以中间那个是小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管它叫的是一个 认知发展的一个科 随机 就是那种随机应变的能力 或者可调整的这样一个能力 好 那么我们来再看一下新加坡 华作儿童语言发展的特征 我们首先要知道 新加坡儿童的语言发展会有哪些类型 那我们都是我想在座的 差不多都是我们新加坡人 所以呢我们知道 说新加坡是一个多语多文化的一个环境 所以呢我可以把它基本分成五类 当然有不同间谍的各位呢 我们可以过一会儿来讨论 比如说第一类呢 是基本是英语单语发展 我有一个担心呢 就是说新加坡的社会 从2010年的国家统计显示呢 这样的儿童现在越来越多 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 第二类呢 是英汉双语非均衡发展 英语为主要语言 就是说也会怀疑 我现在讲的是新加坡华作儿童 没有涉及到比如说 汤米尔语啊 或者是这个马来语 好 那么英汉双语非均衡发展 而且英语是主要的 这是第二大类的普遍现象 第三类呢 是英汉双语非均衡发展 华语为主要语言 这个呢 往往是 比如说 很大成就当实际上是受到了 父母的一个语言态度的影响 一个是他们的语言能力 另外和语言态度也有直接相关性 所以这是第三类 第四类呢 是英汉双语相对均衡发展 主要次要语言 所以语境而定 当然这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相对均衡发展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 他如果声称自己是说双语均衡发展的人 其实两种语言永远不会是非常均衡的 肯定会有一个是主要的 一个是次要的 但有的时候呢 这个主要与次要呢 取决于语境 也就是说你使用这种语言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 或为了什么目的来使用 比如说大学生们他们讲英文都觉得很自如 讲话话话就讲不了了 因为课堂教学都是用英文 所以在我们可以说在这个academic field 学术领域里边呢 那可能英语是他的dominic language 可是回家了之后 父母爷爷奶奶都讲话语的时候呢 那他回家他就觉得讲英文很多讲不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随着语境而变的 那么第五类呢 就是因汉语和方言被均衡发展 就是方言介入进来 方言和汉语呢 为主要语言 可能大家会对这个抱有一种疑问 会有吗 现在的儿童还会有讲方言的吗 确实有 我们看一下2010年的统计局的结果 大家看最上边5到9岁 那么5到9岁上呢 那么当然人数不多 像比如说Hawking是582人 讲福建话的5282人 讲曹州话的是208人 那么讲广东话呢是989儿童 那么如果他要是在5岁到9岁期间 讲方言的话 那想象一下他5岁之前会讲什么语言呢 显然也是方言 对吧 不可能一个婴儿从5岁开始突然从英语或华语 转成了讲方言 所以从这个可以验证 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是有第五类的 所以这是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多语环境下双语发展的特征和利弊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来花时间或者是说去谈论三语的发展 三语发展毕竟是少数 我们新加坡社会呢 尽管说多语环境 其实我们更致力于呢是让儿童能够很顺利的在发展两种语言 而不是三种语言 好 那么我可以介绍两个研究 我们最近呢 我从去年开始在做教育部的一个国家资数的一个项目 主要是看三到五岁的双语儿童 婴和双语儿童的词汇发展 那么这个项目呢 我主要呢是要收集一下呢 就是比如说我采用的方法 研究的方法呢 是采用了国际上美国著名的叫PPVT 这样的一个Picture Test 实际上它是一个词汇测试的一个系统的标准的一套图片 那么这套图片呢 它主要是测试的方法呢 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给你四张图片 然后呢 其中有一张图片是标准答案 其他不是 然后你就比如说有一个苹果 那其他都是 其他的和苹果无关的 然后你给小朋友看了之后呢 你说苹果 然后小朋友就去指这张图片 只要它指对了 那么就认为它是对了 所以它的测试方法呢 是从两岁到六个月 一直到成人无限制 成人到五十六十都有的 这一系列的图片 那么我从这些PPVT的这些图片中抽取了所有的动作 动作图片 也就是说是身体动作的 然后我们采用了一个复杂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在PPVT的图片里边呢 总共有这些呢 大家看到这些图片 这些图片全都是呢 有动作的 涉及到身体动作的 是吧 好 那么我现在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图片 好 这是第一章 然后 大家不妨我们现在试试我们自己的话语 你可以自己来 我们大家去看一下说 这个人在做什么呢 下棋 这个人呢 下一个 速度慢了 ok 好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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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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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成人也会有challenge 所以这个是什么 怎么说 跳马带 能说的成跳马带实际上就是正确的 就是应该标准的答案 这个呢 ok ok 好 下一个 ok 是披财还是财木还是砍木 还是砍树 这个怎么说 施灵说 扔球 好 下一个 出门 贪水 舍水 尾猫 ok 好 对自己的答案满意吗 刚才大家作答的时候 或者说你有没有惊讶说 哦原来有些我答不出来 有没有 其实我这个测试呢 首先是也对成人做了一个测试 我们大学生 南大的大学生 那么结果发现呢 实际上用华语来作答的时候 很多学生是有困难的 可是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见到的 从小我们做过的一些游戏或动作 甚至有些动作是我们天天做的 所以 回答的速度是慢的 就是我们大学生 回答的速度是慢的 英文回答的相对都好 这是大学生的情况 好 那么我们 再回到 这个来 那么我们 采用的方法呢 不是像刚才那样简单的作答 所以我们让小朋友作答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图片中的这个人在做什么 问这样问题 然后呢说 他是怎样做的 你能模仿一下吗 所以我们要保证呢 婴儿说不仅看到 能说出来 而且他身体上可以去模仿 模仿对了说明这个儿童 第一可能他自己做过这样的动作 第二呢 他看过成人做过这样的动作 所以他可以 我们管他叫Naming Task 所以他可以给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名称来 那么第三个呢 那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我们觉得很简单 比如说走路 那比如说他为什么要走路呢 好像对我们承认来说 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啊 对吧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儿童对这样的一些动作 他们是怎么样理解的 所以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儿童作答的情况 时间的关系呢 我这是给大家几个例子 来看一下 我可以啊 他为什么要吃鸡蛋 因为他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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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说华文吗 对不起啊 不可以啊,OK,没关系啊 这个女孩子在做什么? 这个女孩子在做什么? 我在做R and down 啊,华文是你不讲的 华文也不可以啊,不可以 那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做什么啊? 他为什么要挑门? 因为我不可以用华文讲的 啊,不,你不可以用华文讲的是吗? 你们一样的东西们不可以用华文的一样的 好,我们可以吗? 拿开呢? 不会啊,你们知道了 不知道啊,OK 那他在做什么呢? 我,那这一只怪猪人,怪猪人,怪猪人 哦,还是讲英文的 OK 那,诶,这个宝宝在做什么? 是帝 啊,华文的,西冰的华文是吗? 是 是 啊,终于射出来了 啊,终于射出来了 是 因为他累了,是吗? 啊,这个而且射出来了 啊,这个小孩也射出来了 啊,这个小孩也不知道 他们 不知道啊 哦,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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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